哈喽 我叫凯蒂 现在上海 今年三十五周岁 这个自从娘胎里出来 这边这个就是脑门就是发肌线就比较高 然后一直就挺想去做直发的 但是都是在心里面想一想 没有付诸于行动 这一次趁着永和这边有这个活动 就想去尝试 也是看到了朋友直发后不错的效果 很期待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刚刚呢就是去清完雪茄 然后清完雪茄以后呢被告知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洗头了 那真的是太爽了 然后之后就要涂一下那个修复的那个凝胶就好了 那清雪茄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丢丢的一个疼痛的感觉 完全完全是可以忍受的啊 清雪茄之前呢还是需要就是蒸一下 然后再照一下光 啊 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很期待以后的这个效果 现在是直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现在很多小发肠开始脱落了 啊 但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呢 嗯 科夫说最近这段时间最好每周要去一次医院 因为是毛脑炎的高发期要去照个光 啊 然后其他的话没有什么 然后啊 就是取发的地方还是挺痒的 估计还是在修复的阶段 嗯 一起再期待之后的效果吧 好 今天已经是直发的第三个月了 刚才小发肠已经长了两公分这样子 然后也很多在陆陆续续的在脱落 嗯 然后这个回头要去医院再去复查啊 嗯 然后目前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就是会感觉就是 嗯 头皮穴还是比较多一点 嗯 嗯 今天是疏后第六个月了 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头发 开始慢慢的长长了 看快到眉毛这里了 嗯 然后其他的话都挺好的 也没有再有什么发痒啊 叫那个情况了 嗯 就这样吧 大家好 我叫Katy 今天已经是十个月了 直发的项目还是很好的 后面头发也长得很多 嗯 选择直发的话还是选择永和吧